咱们就掉了 我是阿波罗华村第一个大学生 从小的梦想就是走出这座三面海沙一面里亚的小山村 所以当翠泥让我回来鸡选村之书时我内心是拒绝的 当老村之书七十多岁了 这里面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又都不愿意回催 我就想着我先干两年试试 这一试就是了五年 刚回催时这些总说我傻 说我放着城里朝九晚五还有些一斤的好工作不干 回催干啥 那时候这是看山球看水球看啥都糗 于是我到处争取修路概法项目 泪出一身臂 又死了 要死了 好想吃 随着脱皮弓箭的收入推迹 2020年6月 村里终于拖车了 这几年看到家家夫妇买了摩托 想起从未救老吴半计差两新居 从对对玉米翻家刷菜汤 到吃肉吃到不想吃 我觉得再累都止 房子盖好了 路也脱了 起了十五天家准备去医院待一阵 结果干出了三天我就多生回催了 我老婆说我傻 说工作有缘多住不完 我不的确把她气得回老娘家 但是没办法 大道催泥十多个示范水点未见识进度 六百多头黑沙哑的养殖骑框 娘娃猪骑车的种植方案 小道班催民取快递 修门锁 画瓦片 调电视钩盖 只要是催泥的事 我都得操心 我以前学的气修 如今与气秤相关的 我只会洗车 却学会老看介绍图纸 还成了半个卤业专家 我都不够聪明 只能晚上回家都花点时间自学 有人为我是什么让我坚持下来 我想他们能回答 现在村里有了荣誉催民 是一名之较多年还想要留下的老师 也有了另一位返向七年 他曾经在成都当过餐体主管 还有一些外村人说 等我们阿波罗花村龙女融合项目建好了 他们也想要来村里工作 是香水就西让大家愿意来 也愿意留下来 现在已到达北京 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开地区 我希望能搬梁山周五百三十多万的维系 韩帝他们对于乡村这些的期盼 我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推年的发展规划已经熄到了2035年 年以后的导游自我都想好了 阿波罗花在语中的意思是人气韩式的地方 现在你们看 兴师扬然的游客 将这里变得民不服食